各位品神、老师、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成语故事 那就是乌鸦帆布 森林里住着四个乌鸦家庭 但宝宝在妈妈们温柔的拥抱中 终于一只只蹦蹦蹦 啄破蛋壳伸出可爱的小头来 从此乌鸦爸爸妈妈每天忙着不停地在找小虫 回来喂宝宝宝 但宝宝们却只是叫着 爸爸妈妈快点快点我好饿 乌鸦爸爸妈妈每天又忙又累 却都没吃饱过 终于宝宝们都是会飞 也是会找食物了 老乌鸦们都很新闻 但它们也一天天老了 飞不动了 小鸦们心里只有自己 当它们的飞后就跟老猪们说 爸爸妈妈再见 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小蜂鸦们虽知道养不真 但也受不了外面世界的吸引 它们说 爸妈你们的情真伟大 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做 保重啦 说完后也就飞得不见踪影了 小小鸦们更知道养不真 就飞到爸妈的窝前大声的唱 谢谢父母真辛苦 把我从大量到大 但唱完后也飞得不见踪影了 只有小鸦们忙着轮流找食物 回来给爸妈吃 老鸦们也请它们分一些 给其他的老乌鸦们吃 因为他们的孩子都飞走了 老乌鸦们都问 你怎么能把孩子教得那么好呢 老子屋害羞地说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对 我们父母的鸦 后来记者鸟也来访问小族们 为什么你们能懂得报父母恩呢 他们说 我们早就知道父母养育我们的辛苦 但那还是够 各样懂得感恩报恩 从此 毒鸦反驳的故事就这样子传开来了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句禁止语 那就是对父母要知恩感恩报恩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